今年初春,大洋深处,壮阔的航季划开毕波。 历时30天,航程9000余海里,我军新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随边对付南海、西太平洋等海域,圆满完成原海联合训练任务。 2021年4月,海军三型主战舰艇,长征18号艇,大连舰、海南舰集中交接入列。 时隔不到两年,海南舰已经融入体系,驶向深南,这是我军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把加强军事管理摆在战略位置,积极构建新型军事管理体系,开启新时代我军管理革命新进程。 军事系统运行效率,国防资源使用效益和军事力量建设运用效能逐步提高。 组建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,重构军事科研体系,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 十年历舰硕果雷雷,大国重器,捷报频传。 国产航母新型潜艇交接入列,以歼20、月20为代表的新型战机投入使用,东风系列日益壮大。 随着大量新装备入列,以直至战略力量和新域新智作战力量成长壮大。 空中突击旅飞越雪山大漠,淬炼机动作战,立体攻防能力。 远火人,亮剑东南沿海,强化远程精确打击能力。 航母编队驶向浩瀚大洋,锤炼远海作战能力。 国军战略预警,远海防卫,远程打击,战略投送,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量得到充实加强,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级。 聚焦保障大营,积极改革创新,加快建设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和军队现代资产管理体系。 新式轮式救护车,全地型后期运输车,新型保温营房,新型边防巡逻备装等先后配发部队。 一系列衣食住行的新变化,提振军心士气,助力备战打仗。 人才是第一资源,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,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 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。 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,立起位战育人鲜明导向, 优化人才队伍建设布局,深化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等方面持续用力。 我军人才工作,取得历史性成就。 2020年12月26日,新修订的国防法审议通过。 在此前后,一系列军事法规制度密集出台, 中国特色军事法制体系日真完备。 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,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军做出重要部署。 中央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,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。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, 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。 人民军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, 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, 坚持例行法治,严肃军技, 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。 这十年,人民军队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。